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一种指令 一次可以操作几个输出口呢 答案是肯定有的 下面以控制三台电动机运行的例子来学习传送指令 比如 制作一个票时控制三台小功力一部电动机的运行的控制系统 控制要求如上 1. 按SPE 电动机 M1 持动并持续运行 2. 按SPE 电动机 M1 M2 同时持动并持续运行 3. 按SPE 电动机 M1 M2 M3 同时持动并持续运行 4. 按SPE 所有电子停止 下面 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步骤 一起完成以上控制任务 第一步 分配 PLC IO 口 我们经过分试后得知 该系统需要4个输入口和3个输出口 4个输入点的功能分别是 运行方式1的启动按钮 SPE 接I 0.1 运行方式2的启动按钮 SPE 接I 0.2 运行方式3的启动按钮 SPE 接I 0.3 停止按钮 SPE 接I 0.0 三个输出点的功能分别是 驱动电机 M1 的接触器 KM1 接Q 0.1 驱动电机 M2 的接触器 KM2 接Q 0.2 驱动电机 M3 的接触器 KM3 接Q 0.3 第二步 设置主电路 这是我们设置的主电路 第三步 设置控制电路 这是我们设置的控制电路 第四步 编写 PLC 的控制程序 这是我们编写的 PLC 控制程序 上面我们监视 PLC 看看我们编写的程序运行情况 按下 SPE I 0.1 闭合 第一个传送指令把 16 定制的 02 传送给 Q 0.0 到 Q 0.7 这时 Q 0.1 为 1 其他为 0 电动机 M1 得电运行 按下 SPE I 0.2 闭合 第二个传送指令把 16 定制的 0.6 传送给 Q 0.0 到 Q 0.7 这时 Q 0.1 和 Q 0.2 为 1 其他为 0 电动机 M1 M2 得电运行 按下 SPE I 0.3 闭合 第三个传送指令把 16 定制的 01 传送给 Q 0.0 到 Q 0.7 这时 Q 0.1 、 Q 0.2 、 Q 0.3 为 1 其他为 0 电动机 M1 M2 M3 得电运行 按下 SPE I 0.3 闭合 按下 SPE I 0.0 闭合 第四个传送指令把 16 定制的 00 传送给 Q 0.0 到 Q 0.7 这时 所有的输出口 为 0 所有的电机 也跟着停止 来看看 黄合 真正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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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